年轻很有才华的江苏队 如何向非常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花字盛开 静等风来 欢迎大家收看由咪咕 为您带来的2022-23赛季 WCB对抗 因为李孟很准 王思宇很快 上来之后呢 现在看看进攻上 交给李孟 韩旭这点太轻松了吧 这球也是李孟的突破 突得太靠上了 因为李孟这三分球的威胁很大 所以呢 非常的干脆利索 并且我当时也打了个比方 我说他特别像高速 看看今天 看看不同的人员的组合 和场上不同的这种局势 漂亮 高松的篮板球啊 有力量 扛住了罗欣宇 绕前 大家要明确 特别是 就是进攻的时候呢 如果接球的球员 有后面尾追的 漂亮 这几个掩护呢 都是穿过 李孟 好球 这个定位掩护 挡得非常的结实 来看刚才的这一下 掩护把黄坤顶住 稳稳了两个 好球 今年女来世界杯 半决赛的那个三分吧 来了 李孟再来一个三分球 继续掩护家击了 非常舒服的一个空位三分 好球 批篮下给李孟 对的 刚才 肖童给他做了个掩护 很轻松的就 他这半天的没人关照他 又来一个 前场篮板 李孟 三投一中 掩护 好 挡出来 机会 漂亮 说给了贾赛奇 但真的去掩护的还是 自己干拔头了 自己干拔头了 李孟这球出手的时候呢 出进来了 很干净的封盖 马上 甩到前场 这球 李孟的 来 这就是干拔 咱们接着看球吧 六分的分差 防守下来 三分球 球传得很好 江苏队在外线打得非常的耐心 明中率不好啊 李孟呢超越三分 5x5 差点进了 今天上场之后呢 打得非常的好 这个三分球有吗 又中了 李孟 三节刚开始 托送不着急 跳到篮下 这个球的弧度啊 下 下击来了 刚才李孟在身后 已经埋伏了很久 这个掩护是 直接钻过 漂亮 李孟抢断了 没有问题 减掉三打二 漂亮 空鞋有了 舒服的这种进攻的方式 加击 加击 太难了 比较靠前 自己也有强的 黄手吸引 漂亮 这上球太快了 掩护 还是没有选择换人 好球 这球如果在南篮的球场上 注意看 所以他这个单手传球啊 真的是一绝 没有上 许晨颜 打小个阵容 打速度 打速度 对 速度没起来 结果出现了失误 就黄坤在等 等罗欣玉提上来 漂亮 吴家球没跑了吧 别扭 来了 对不起 这刚才贾赛奇 贾赛奇把球已经断下来了 这今天贾赛奇啊 在歇房补房的时候 真做得太好了 而高宋这边呢 好球 基地到篮下 还有 还在李孟这儿 三分球 湖顶了三分 失误了 篮板没有 自己来了 完全是个人表演啊 李孟 苏丽的伤啊 也是牵动着 很多球迷的心 这伤愈出来之后呢 8分 再来一个啊 篮板球 前场篮板 时间还够啊 就是江苏队要打出一波小高潮来 何欣玉没有能够投中 这就是个国家队阵容啊 孙梦然 韩旭这是国家队的内线 那李孟 是国家队的外线回 但是没关系啊 我觉得江苏队虽然今天这场球输了 但比上一场呢 输的要少很多 预告 我们在今天晚上的七点半 会给大家带来 陈东高速对北京首钢的比赛 哎呀 林黎 特别是对于超级得分手来说 不仅是自己得分开心 而助攻队友得分 是 网络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